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将与习近平举行面对面的会谈 这将是拜登担任总统之后与习近平的第一次会面 近来中美在台湾问题和美国技术管控问题上右线争端 两个大国之间的不信任和紧张关系大大升级 白宫在周四表示 拜登和习近平将在下周一与印尼巴厘岛会面 讨论如何保持沟通负责任的管理竞争 并在双方利益一致的地方展开合作 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称 拜登计划探讨一系列地区和全球性问题 包括俄乌战争朝鲜最近的导弹试验 尽管美中的很多领域都是竞争关系 但是美方希望就这些问题领域以及气候变化等事宜 与中国展开合作 拜登政府认为需要为两国关系划定一个底线 并确保有约束双方竞争的规则 下周一的会晤将在拜登和习近平出席 二十国集团峰会的间歇举行 在美中关系进入更加动荡的时期 双方官员都表示举行一次峰会 应该会有助于化解问题 并且确立新的路线 知情人士说 在今年七月的一次电话通话中 习近平要求拜登阻止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 但拜登以国会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为由拒绝了 佩洛西访台后 中国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作为回应 拜登政府则对半导体出口实施了新的严格管制 旨在遏制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雄心 周四早些的时候 当被问及习近平是否会在巴厘岛与拜登会面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告诉记者说 除了双方官员正在讨论会晤相关事宜之外 他没有任何其他信息可以发布 赵立坚还批评了美国实施的出口限制 他说美方继续将科技和经贸问题 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对华进行封锁和打压 并且表示说 如果美国要给中美关系设置护栏 就应该遵守以前就台湾问题达成的谅解 尽管两国关系紧张 但中国发出了希望与美国重新接触的信号 美国气候特使克里本周表示 他在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 与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谢振华进行了交谈 此前中国因佩洛西访台感到恼火 而暂停了中美气候磋商 中美对下周习拜会的预期都比较低 暗示能举行此次会晤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前述美国政府官员还表示 此次会晤后不会发表联合声明 并称本次会晤的目的是让拜登和习近平 能够更好地了解对方的优先事项和意图 从而减少误解并管控分歧 能实现这一点并保持沟通渠道 对双方来说就是最大的成功 该官员称将提及的分歧 包括台湾以及中国在台海地区的行动 这些行动正在影响地区稳定 习近平此次巴雷岛之行的背景是中共二十大最近闭幕 他不仅打破常规获得了第三个领导人任期 而且中共权力核心全是他的亲信和盟友 他追求经济和技术更加自给自足的计划也获得认可 美国官员表示 新冠疫情期间习近平基本上都待在中国国内 所以对他来说 这团体峰会与拜登的会面 是为了凸显习近平在全球领导人中的地位 眼下中国正在应对国内外双重挑战 一方面国内经济增长乏力 另一方面 外部西方国家之间在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 建立了日益紧密的联盟 同时对中俄之间的亲密关系颇为不满 拜登政府将对华关系描述为既竞争又合作 中国官员最近几周抨击了这种说法 中国方面对美国政府上个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表达了不满 因为这份战略书上说 美国在应对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挑战方面将面临决定性的十年 但两国也需要在全球事务上展开合作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与欧洲 亚洲联盟和其他国家合作 巩固当前的世界秩序 遏制中国的雄心 中国对这种做法同样表示了反对 认为这是冷战策略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通话中 拜登向习近平表示 美国并没有试图遏制中国 美国官员已表示 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使得美中关系不可能完全脱钩 全球多个关键供应链都位于中国 尽管如此 美国和其他主要民主国家上周仍然表示 将努力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据知情人士透露说 中国政府也一直在评估美国最近采取措施 限制中国获得芯片制造技术的影响 知情人士说中国将根据评估结果调整应对策略 不过外交事务专家说 面对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放缓 中国还没有准备好摊牌 而是在试图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 请不吝点赞订阅